靠念家乡地名 靠念家乡地名 滚 人死如灯灭 万事皆成功 一般有惊艳的刽子手 会在行刑前 帮助含冤受刑之人 实行血顿大法 让他们回家一趟 再看上一眼亲人 犯人要跪北朝南 双手握莲花 头低三寸二分 口中默念家乡地名 胸口涂上生人之血 待到人头落地后 要凭住一口气 一直往前跑 不管听到什么声音 绝对不能回头 这样就能够回到家乡了 回到家的冤魂和常人无二 但他们害怕太阳 更害怕家中的佛像 他们不洗澡 不睡觉 生前的习惯不再拥有 吃饭只吃冷食 衣服永远是里三层外三层 如果不小心晒到了太阳 身体就会发出浓浓的恶臭味 你怎么了 我有点晕 好臭 我回去了 他们虽然见到了家人 却不能再像生前一样 促息长谈 无比痛苦的他们 会躲在某个角落 偷偷地哭泣 而鬼魂出窍只有七日 七日过后 他们就会魂飞魄散 化为血水 所以这七日之内 他们都会尽力地完成 生前还没有做完的事情 因此 他们必须承受着 肉眼可见的身体折磨 如果家人实在不忍心 看着他们生不如死 可以为其超生 让他们提前化魂为谢 只需亲人 只喊亡人的名字 在家以入土为安即可 朝朝念念的亲人就在眼前 如今自己竟要亲自 将其化为血水 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 简直是无法用言语表达 我叫医生 你走一步 我叫医生 你走医生 你走医生 尽管我越叫越伤心 你千万别听我 连我 舍不得我 柳天苏 柳天苏 柳土为安 柳天苏 柳土为安 柳天苏 柳土为安 柳天苏 自此以后 世上再没有这个亲人 留下的只是泪水和念想 如果可以的话 你最想见到谁呢 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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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